刚刚我们提到包括经济学人等国际主流媒体 都对2013年提出了预测 由于今年是华人的蛇年 华尔街日报更是特别针对中国进行大预测 包括了大陆向贪腐宣战 还有就是要如何处理贫富差距 以及日益高涨的言论自由的呼声 也将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更会牵动到世界局势 而华尔街日报更关注的是 中日钓鱼台问题是否会引发战端 蛇年到底是丰收的一年 还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呢 其实势在人为 只要站稳脚步 不用太在乎命上面的看好还是看坏 蛇年对这个世界来说 依然可以是美好的一年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发烧话题追根就顶 请继续锁定 热气不绝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